人在异乡打拼的时候 遇到风雨挫折 总会想着回到故乡 这对在台北工作的夫妻党 人生历经的生意失败和负债 决定回到南庄老家开店 手作每到冬至就思念的客家汤圆 并且遵循古法制作保留原味 虽然很忙碌却心满意足 而且能在家乡重建人生 还有什么比这个来得更幸福的呢 这是入冬后 平日国旅大爆发的南庄老街 客家村古道坠马油晃步调 午饭前的桂花巷 就像埋了喜铁西买人烟 偏偏十二点钟一到 游客玩起大风吹 竟通通走向对街 若是假日的话就 整天就像流水一样 来来去去 我老婆就一直加单 我就一直杀单 一直加 一直杀过 我们也急啦 要赶快客人 因为吃了打官要上车 所以客人急我们也急 然后后面又一直吹 然后就像打赞一样 油炸起锅淋了点蜜浆糖 五彩缤纷的鹿汤 其跨越性别年龄 繁衣端上桌壁掳慧人心 黑糖浆汁裹着汤圆 入口愁如丰厚 不愧是年轻食客们 不辞千里远来朝圣的甜品 至于想寻求儿时味道的 多半则为了这碗 几乎快要绝种的客家咸汤圆 你说这个有妈妈的味道啊 对啊 因为我们从小 我们没有去外食 几乎我们都没有卖这个 都是自己做 因为第一次吃 觉得有被震撼到 真的不是包肉的 是菜薄米啦 菜薄米啊 气味要做啊 气味啊 气味不错啊 因为会来吃汤圆的 其实年轻一倍的 现在会比较少一点点 反而是年早一点 他们会想说 好久外面都吃不到 客家大汤圆 我想要刚好看到 就会进来 成熟启示客家女儿 也是客家媳妇 自然懂得什么样的古早味 最能让长辈心悦成福 前堂圆包的不是闽南市鲜肉 那就得遵照传统 把香菇 虾米和猪脚肉 全都分开来 一锅一锅分皮炒 放在一起早的话 就是说 有时候你香菇爆酥了 但是你的肉还没好 如果说虾米好了 可不可以肉还没好 因为肉的时间 它要慢慢让它炒到香 把那个肉的香味 提出来的时候 搞不好两个已经过分了 为了保持每一个食材 它的味道 所以你要把它分开炒 海味山珍各自接火后 提掉鲜香 最后再和进酱肉一起翻炒 且起锅后 还必须趁着烫手 先把虾壳挑掉 所以如果说 像我们就趁它白的时候 就再把它挑出来 香不会很烫 很烫啊 习惯了 香菇 和虾米 从小逢年过节 就跟在老人家身边 帮着炒料包汤圆 所以工序再繁荣 它都司空见惯了 然而头一回做生意 光是大量煸油葱肉馅 就已经耗到筋费力尽 这让它闪过头来的念头 但也立刻就被抓包 我曾经做过 然后特人一些老 像我们这附近的一些老婆 你这新开的店 老婆他们就会说 来吃看看 吃看看他会跟你讲 妹妹 你这个东西味道 虾米味道没有出来 或者香菇味道没有出来 其实不用老人家骂我们 客人就直接教训我们 另外炒香的馅料冷却后 包进汤圆皮虽利于存放 但却不如想象中 得以轻松收口快速评量 那我们的料都是散的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它 整个集中在一起 然后再慢慢用名字 把它压进去 它不像鲜肉 我可能就一汤匙下去 一汤匙下去我就很好收口 相较于被冠上 客家媳妇想偷懒的典故 路透气的做法的确简单多了 不过夫妻两个刚开店时 却为了怎么帮他着色 想破头壳 我们刚开始像我们是用那个 像泼菜打汁下去 发现揉不起来 你如果碰到水 它就像现在很软 你没办法去揉 我们才一直去 比如说这一条 你可能是不行了就丢掉了 像人家说那个艾草 我们刚开始我们 我们也会想要用那一个 可是我们发现它跟糖 黑糖的味道 弄起来把草味太重 揉捏过的白母分切成小块 搓得浑圆在微微压扁 中间戳进小凹洞 老姨被叫她入汤棋 崇敬黑糖浆之则又叫做牛问水 而小凹洞的由来 不管是为了加速汤圆熟透 又或是劳碌的客家媳妇 真想省事才搓出的形状 总之时日幽远 如今看来都是闲人的智慧了 唯有将抹茶甜菜 跟冷天然颜料揉进汤圆 才真的算是两人的创举 像汤圆这部分 汤圆米苔木萝卜糕 都是以前小时候吃得到的 每次到了要冬至的时候 我们在台北工作 到处去找哪里哪里 还有客家汤圆可以吃吗 没有找不到的话 只有回到乡下来 吃妈妈包的 年轻时在台北闯荡 因为片群不着妈妈的味道 而想开的那间食堂 始终在夫妻朗的退休蓝图上 当时他们想着等到孩子大了 就牵手回老家 一起盖间店吧 没想到温文耀的合伙生意 却出了意外 一家人就这么突如其来 背了六百万的债 到后面只有给我五个字 我也没办法 只有自己扛起来 自己扛起来就是 就是白天就是送货 晚上要卖茶 大卖茶 去做机店维护 晚上紧急抢救那些的 事实上一天三班 三份工作不打紧 他闲钱还得太慢 于是休假又瞒着太太 经了好几分农场的差 比如白天割草 晚上就到草莓园帮工 又或是临时去当砍树出工 因为我知道砍树很危险的 其实我很怕 他曾经回来那时候头受伤 他也不太讲 就是你要不要载我去医院 然后我一看 哇 你怎么在流血 然后到医院那个小姐说 我没有看过这种伤口 这怎么缝我不会缝 没日没夜的还债生活 起码五六年 随着工作台北苗栗两头奔波 负债逐渐清长 终于回到老家的遗想 也慢慢实现了 只不过开店至今八年 其实长达有一半的时间 非假日根本门可落雀 因为这个地方 商出这边还算比较蛋白区 在南庄来算蛋白区 没有说很多客人会刻意 知道这边 很多客人说 原来这边还有店面可以来吃 选了南庄最热闹的区块 租下店面 两夫妻却怎么也没有料到 原来隔条对接 人潮买气 就天差地远 而还没开张前 手艺已经不算差的两个人 当时认真玩起袖子 决心要做客家米食时 其实也出过 让人啼笑皆非的糗 就是在试 自己在试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上班 那老板就打电话说 快点求救 我说干嘛 我说为什么我的萝卜糕 不会成型 要蒸萝卜糕要用再来米 对 那再来米的时候 他就把糯米拿去蒸了 那真的就整个都像 麻糬一样 整个都散开 其实很多客人在讲 这也是你自己做 这也是你自己种 哪有可能 可是这就是我们自己 想要体验的那种 人生的感觉啦 我说 其实人生就是要忙忙碌碌的 忙忙碌碌把工作当日子来过 这该是多令人惧怕的生活 但天天竟在吹烟鸟鸟当中 毕竟是两人的初衷 八年来 他们一本初衷 无怪乎忙的知足 也幸福